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心刺客 狮毒手 义戎老狱 有缘由 杰迷还听乞丐话 离奇命案 书从头 陆小凤对赵瞎子说 你想想 除了你自己 还有谁知道你这柄刀藏在这里 赵瞎子的头本来已经碰在地上了 听到了这句话 忽然间就抬起来 一双瞎眼就好像有了光了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人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只有他一个人不但知道 而且还亲眼看到了 陆小凤一把把他从地上提起来 厉声的贺问 这个人是谁 他 他 他姓 他姓 赵瞎子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他说的第三个字是个开口音 可是他虽然张开了嘴 却没有声音发出来 因为他的嘴刚刚张开 外面就有二三十道光芒就打进来了 在这一瞬间 以陆小凤的估计 这些寒光最少有二三十道 有三种颜色 一种青 一种紫 一种灿烂如银 这一次他错了 因为其中还有一种暗器的光芒 已经接近透明 透明 那就是看不见 从这间屋子三个窗户打进来的暗器已经不止二十三种 而是二十四种 因为其中一种是透明的 这二十四种暗器要打的并不是陆小凤 而是赵瞎子 幸好他们都没有打中 甚至连那件看不见的暗器都没有打中 因为赵瞎子已经撞破了屋顶 飞出去了 他自己当然不会飞 他扶在地上 陆小凤把他一把提起 还提着他的一斤的时候 暗器就已经射入了 在这剑不容发的一刹那间 陆小凤已经把他用力的摔出去 把屋顶撞了一个大洞 从洞中他就飞出去了 然后 陆小凤也已经从寒光中就穿出了窗户 在这一瞬间 陆小凤的身法变化和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的体能的极限 也超过了他自己体能的极限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 那是因为他往往能够凭着一股超人的意志力和求生力 超越他自己的体能的极限 一个人在别人的眼中认为随时随地都会死的人 他之所以能够不死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陆小凤穿到院子里的时候 赵瞎子就刚从屋顶上那纷飞的瓦片中冒出来 一堆幕了之后 又有一棚寒光暴射而出 打的还是赵瞎子 这个人无疑一定要杀赵瞎子灭口 陆小凤在空中 已经顺手抄起了一块木板 以左脚尖点右脚面 身子再次借力弹起 那手里的木板也迎着那一簇寒光就拍出去了 一连串轻响之后 暗器都已经盯入了木板 赵瞎子人已经落在了屋顶上 又从原来的那个洞就滴下去了 只听见那堆木料后 有人在低深的喝道 好 好一个陆小凤 好轻功 你是谁 陆小凤贺问着 正想往那堆木料后面扑过去 想不到 那对面屋顶上已经有一道刀光 青红般的掠起 凌空一转折 就击剑般的向他刺过来了 这一刀啊 又快又闲 一刀就想把他刺杀于地下 所以这一刀完全就没有再留余地了 陆小凤并没有躲闪 反而迎着刀光 他就扑上去了 刺客显然吃了一惊 刀光一抖 想在半空中反消陆小凤的咽喉 可是力量已经不够了 陆小凤忽然伸出了十中二指 一下子就捏住了刀锋 用力往前面一送 一股真力由刀锋直传刀柄 那刺客的虎口立刻就被阵列了 那握刀的手刚刚松开 刀柄已经撞在了他的胸口上 咯 一声响 他的肋骨已经被撞断了两根 这一招 那正是陆小凤 威震江湖天下无双的绝技 所有的变化 那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 除了陆小凤 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 能在这剑不容发的一瞬间 捏住刀锋 这个此刻从半空中就跌在了地上 他的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仿佛野兽吹死时的叹息 他的刀此时已经到了陆小凤的手里 刀锋已经到了他的咽喉要害 其实他的刀法和轻功无疑也是第一流的 所以陆小凤也说 哼 想不到 这种地方还会有你这样的高手 陆小凤 问这个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行衣 以黑金蒙面的刺客 你是谁 谁要你来的 你们为什么要灭口 来杀赵瞎子 这个吃惊的人 看着陆小凤 在惊慌的眼神中 那瞳孔已经收缩了 陆小凤忽然发现他的瞳孔 仿佛有人影一闪和见光一闪 他没有看错 他的反应也真够快的 所以他没有死在这一箭之下 因为他已经凝身挥刀 他的反应虽然这么快 但是他的一筋还是已经被寒气森森的剑气所划破 剑光闪动之中 他看见了一个满头白发苍苍的紫衣老太太 却没有看清他的脸 因为在这一刹那间发生的事 那是根本不容许他观察和思索的 一剑刺下 陆小凤反身挥刀 被撞断肋骨的刺客已经就地滚了出去 老太太的见光再一闪 陆小凤再退 退到那堆木料的前面 本来似乎已经想好了反击的方法 最少他已经留下了退路 可是陆小凤既没有反击 也没有再闪退 因为他的脸色已经变了 他忽然发现了 这个老太太手里用的剑 那竟赫然是 柳如钢的剑 这个时候 这柄剑的剑锋几乎就已经刺入了他的心脏 现在陆小凤的情况 实在是已经退到了无可再退的绝路了 那心脏也无疑是人身上致命的要害 奇怪的是 奇怪的是陆小凤后来居然对别人说 幸好那一剑刺的是我的心脏 否则我就死定了 啊 为什么 因为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右手就在他的心脏的附近 所以那个时候 剑锋虽然已经穿透了胸口前的衣裳 再往前刺半分 陆小凤就完了 可惜 就是这一瞬间 这柄剑竟连半分都没有法子再往前刺了 因为这柄剑的剑尖 忽然间一下子就被陆小凤的两根手指给捏住了 后来也有人问过他 我们都知道你那两根手指就好像有神鬼的符咒符着一样 甚至好像已经和你的心意完全可以相通了 只要你的心移动 对方的箭就会被你夹住 因为无论多么快的箭 也不会有你的心动那么快啊 这一天 江湖中没有人能够否认 可是 那个时候你的手 为什么刚好就在你的心脏附近呢 你是不是已经算准了对方的那一箭 一定会刺向你的心脏呢 陆小凤只是笑笑 不回答 这种事根本没法回答 在生死存亡间的那一刹那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是没法解释的 也许那是他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也许那是一瞬间的灵感 也许那只不过是运气而已 剑客的剑被人捏住了 简直就好像他的手脚被人捆住了一样 对他的心理的打击甚至更加严重 可是这个紫衣老太太 无疑那是一流剑客中的超级高手 他不但剑法快 反应更快 不但反应快 判断更准确 所以陆小凤一捏住他的剑 他就立刻放松了剑手 他的人立刻用一种非常惊人的速度 就裂出去了 他当然是向上掠起的 他掠起的角度也是非常的倾斜的 为了避免对方的后手 这种角度 那无疑是最安全的一种 可是他还不放弃 他无疑是一个非常谨慎 非常爱惜自己生命的人 所以在他掠起之后 还凌空就翻了一个身 改变了另外一个更安全的角度 他穿的 那是一件紧身的白褶长裙 就像是一道重重的帘幕 穿着这样的一条长裙 裙子里已经不必要穿长裤了 可是在他凌空飞起的时候 他的长腿也翻飞而起 就像是一重重破浪一样的 翻飞而起 陆小凤一抬头 就看见了他的腿 那绝对不是一双老太太的腿 陆小凤看见的这一双腿 血白 修长 结实 那和他那满头白发满布 皱纹的脸 绝对不像是同属于一个人的 陆小凤是个眼力非常好的人 他对女人的脚 那是特别有兴趣 又研究的 他甚至可以看见这双腿上的肌肉的跃动 这么结实 这么长 这么美的腿 甚至连陆小凤都很少有机会能够砍到 这个紫衣老太太手里用的剑 那就是柳如刚的剑 他的那个同伴是一个很快很快的快刀手 陆小凤就算是个完全没有思想的人 也可以想得到 他们和柳如刚的死 那一定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 这两个人无疑一直都留在这个小镇子上 现在虽然都已经来了 却还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要怎样才能查得出来的 刀客的脸是被黑金蒙住的 老太太的脸无疑是经过易容改办的 现在陆小凤唯一真正看到的 那只不过是那一双腿 那当然绝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的腿 如果能找出这双腿的主人是谁 那么就可以找出刺杀柳如刚的凶手了 这就是陆小凤唯一的一条线索 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一件工作 他能怎么做呢 难道他能把这个镇上每个女人的裙子都掀起来 看一看他们的腿 老实说陆小凤并不是不想这么做 只可惜他实在做不出来 他只好再去找赵瞎子 赵瞎子 却死也再不肯说一个字了 他已经被吓得连裤裆都湿透了 北京城那绝不是一天造成的 要侦破这样一个神秘离奇复杂的凶杀案 当然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所以陆小凤只能暂时回去睡觉 想不到 他一回到他那间破烂的小屋里 就看见有一条腿 从他的床底下伸出来了 那是一条又脏又黑的细腿 腿上全是泥屋 根据陆小凤最保守的估计 至少有七八个月 他肯定没有洗过 只是跟腿下面长的那只脚一比 这条腿可显得干净极了 那只脚那简直就好像是用一大堆狗屎堆出来的 陆小凤苦笑着摇着头 端了一张椅子 在床对面坐下来 床底下的人终于慢慢的爬出来 鸟窝似的乱发 盖着个鸟蛋似的脑袋 陆小凤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小叫花 小叫花一下就跳起来 脑袋几乎撞上了横梁 他看见陆小凤才松了一口气 大少爷 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 把我的魂都吓掉了 陆小凤立刻露出了很抱歉的样子 我真吓着你了 张人虾 差一点被你活活吓死 哎呀那倒真是不好意思 我好像应该向你道个歉 赔个不是 那倒不必 只要在某一方面给我一点小小的补偿 我就决定 原谅你 啊 一点点补偿 什么样的补偿 比如说 一点点金子啊 一点点好酒啊 一两个好看的小姑娘啊 你当然也知道 这些东西 那是可以压惊的 陆小凤笑了 他实在想忍住不笑 却实在是忍不住 只不过 在他开始笑的时候 他已经一把揪住了小叫花子的衣筋 就在他揪住了小叫花子的衣筋的时候 小叫花子的人 已经被他好像提一个小王八一样的提起来了 陆小凤 板起了脸 你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到我的房间里来 翻箱倒楼还不说 还要爬到我的床底下去 什么意思 更可恨的是 你居然还说我吓着了你 还要我赔偿你 陆小凤冷笑着接着说 我看哪 你倒应该好好的赔偿我才对啊 我一定很快会想出一个好法子来 小叫花已经快要哭出来了 我不是来偷你的 我是盖帮的子弟 我怎么会来偷陆小凤 我怎么敢 天下有谁不知道陆小凤是盖帮的好朋友 盖帮上上下下几万个兄弟 有谁敢妄动陆小凤 一根寒毛的 你真的是盖帮的弟子 你听不讲 陆小凤的手松了 小叫花一跳下地 立刻用一种很漂亮的身段 向陆小凤打了个签 盖帮 第二十三代弟子 黄小虫 叩见陆小凤 陆大侠 陆大叔 你是哪一堂 哪一堕的 玄规堂 王老爷子 属下 长江 第二十七分舵 管辖 三年前 才被派到这里来 昂江分舵的弟子 怎么会被派到这里来啊 无论哪一帮哪一派里面 总有几个 那是比较倒霉的吗 盖帮 和陆小凤的渊源 那是极深的 盖帮的子弟 那可以说都是陆小凤的朋友 朋友们说的话 陆小凤一向是很少怀疑的 从这个小叫花的嘴里 陆小凤又证实了几件事 柳如刚 那的确是死在一条暗像中 的确是被赵瞎子收敛的 那个时候杀人的凶刃 那的确还是留在他的尸体上的 问题是 只不过第一个发现柳大爷尸体的人 那绝不是我 这个小叫花子 他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这么说 他接着说 干我们这行的人 虽然总喜欢在半夜里 东游西逛的 可是那一天 我逛到那条巷子里去的时候 那里最少已经有两个人 比我先到了 好 我本来是不想往那边走的 直到听见柳大爷的残叫 我才赶紧扑过去的 到了那里的时候 你就看见有两个人 早已经先在那里了 对 两个什么样的人 三更半夜 我也看不清他们的脸 而且他们一看见我 很快就跑了 嗯 我是可以肯定的 那两个人 那是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陆小凤立刻想到 在赵瞎子后院中 遇到的一个快刀手 和那个装扮做老太太 却有着一双美腿的女人 房子 是一间建筑得很简陋的房子 桌子 是一张连油漆都没有的破木桌 床 是一张破床 这些不要紧 要紧的是 屋子里没有朋友 桌子上没有酒 床上 少了一个人 在这样的一间房里 陆小凤本来是待不下去的 更休想让他睡上床 可是 现在 陆小凤 已经睡在床上了 柳如刚是陆小凤的朋友 柳如刚的死 实在是太离奇了 在这个远在边陆的荒凉的小镇上 仿佛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离奇和鬼秘之意 陆小凤如果连这种事情都不管 他还管什么事 陆小凤如果连这种事情都不管 那么这个陆小凤他就不是陆小凤 要管这件事 就要先想通 很多件别的事 到现在为止 陆小凤所有的线索 那都是从小叫花子和赵瞎子那里得来的 这两个人说的话好像都不假 而奇怪的 其中却偏偏好像有一点矛盾 矛盾在哪里 陆小凤说不上来 有很多事 他还没有想通 甚至连影子都看不见 连门都没有 灵溪神志傲天下 快遇恩仇一妙侠 他是谁啊 他叫陆小凤 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五龙五侠巨著陆小凤传奇 也 殿小凤传奇 也不用了 点小凤传奇 有四条眉毛的 上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